然后平时孔老师有的时候也会来我们机构做一些分享交流 然后大家交流一下思想吧 然后今天主要的一个话题是关于庞氏骗局中的价值曙光 这个话题看似有些毛的 好像大家就是一直以来提到庞氏骗局这个词 总是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词 当然了就是你基本上做一个项目 无论是传统进化工业也好 还是说币圈也好 做一个项目 基本上如果你是奔着骗钱啊 然后圈钱这种套路过去的 然后很有可能就做成一个庞氏骗局 那为什么我们说我们需要在其中 就是说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在教育公众号上面 然后就谈到说 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看待庞氏骗局 就是说OK它确实给社会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它比如说它一称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 喝酒菜嘛 就是基本上就是大家把钱挪进去 然后它把项目移关 或者是它项目分盘了 然后没有人接盘了 那基本上它的价值就几乎趋近一零了 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什么正面的东西呢 因为我们如果客观的看待一件事物 它只是一个庞氏骗局是一种项目的一种组织形态 我们从这个角度上去理解它去看待它的话 那我们从中是不是能够看到一些可以为我们所用的 就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包括各位有些是做企业的 然后我相信说庞氏骗局它本来一开始 当然一般创立庞氏骗局的项目的发起人都会有一些很 很不好的意愿 或者说它本来的意愿就是带有一些邪恶的成分 但是它在这个中间使用了一些技术手段 或者是它使用了一些具体的方法 是不是有真的值得我们做企业的 或者是说在金融领域拖爬滚打的一些创业者 能够学习到的一些地方呢 我觉得其实还是有的 那接下来我就开始我们的整理 前面正好这有一位好像不是特别熟悉庞氏骗局 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因为我认为一般大部分 尤其是在金融领域的人 他其实还是比较熟悉庞氏骗局的 庞氏骗局是其实最开始 这个是实际的 就是他叫Charles Pons Charles Pons 他其实在一开始创立那种模式 就是说用他宣称有很好的投资 标的投资机会 然后然后就把大家的钱 金融的钱然后聚集起来 然后承诺每个月返给大家多少 一定的比例 一定相当高的比例去返给大家 那这样子的话 但是他实际上这一笔投资 没有用来做任何的投资行动 他只是不断的去告诉别人 在整个推广过程当中 有越来越多的钱进入了之后 然后他用新进来的钱 然后来还掉之前的 很多的利息的债务 这样一种行为 我们在狭义的里面 基本上都称为庞氏 OK 那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这双历史上著名的一些 庞氏骗局 我们大概的看一下他的一些生命周期 其实最长的是这位 麦道夫 他为什么生命周期那么长呢 其实可以看到 包括跟第二名泛亚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其实我们看 我们研究过他的一些数据 麦道夫他的庞氏骗局 他承诺的利息收益率 其实是非常低的 可能都不到百分之十 好像是可能连百分之五都不到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低息的 一个庞氏骗局 所以我们后面会提到一些 就是关于利率 包括关于体现率 包括关于增长率 对于庞氏骗局这些影响 有年化两个十二 年化吗 对 就是差不多每个月 他们都是 他是一代人的 对于进拉资金的 都是老男子的 对 因为他当时包装了一个 很有名的公司 因为他本来也是 就进入行业非常资深的位置 所以就是说白了 我们后面会提到 就是说他其实是比较容易 让人产生一种比较幸福的感觉 就是相信自己的 他当时那个 波罗斯帝国的 所以他每个月 就去有1% 但就是年化的 年化的十二 并不一样 我当时看的数据 可能有点出狂 对 就是说相对 相对其他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标的 我们可以看到 其他一些标的 基本上包括像三 三中国 三中国当时应该 承诺的月息 可能都达到百分之十几以上 所以其实相对来说 这个月息肯定是影响 他生命周期的一个因素 但是仅仅是一个因素而已 对 所以说我们可以从 生命周期的整个过程当中 来看到 如果我们把它 我这边还是想强调一下 就是说我们 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 我是想说我们把 庞氏片局我们客观的把它看作是一个项目 是一个正常想要发展的项目 任何一个项目它的目标 或者说我们通常更喜欢做的一个比喻是 任何一个项目 任何一个经济体 它其实本身更像一种生物 它的目标永远只有一个 就是生存下去 庞氏片局跟传统的公司的共同点也在这里 传统的经济体目标只是一个 相信做企业的知道 为什么现在所有的创业企业的 尤其是创业企业 就是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得更清楚 就是创业企业它短期的目标 甚至于说可能它做长久的时候 长期的目标也是永远的生存下去 这是所有的项目跟经济体育的一个共同点 那么庞氏片局也是一样 我们不管它用什么样的手段 我们不管它带着什么样恶意的目的 但是它的目标肯定确定就是生存下去 哪怕是一个庞氏片局的创始人 也没有说想要说我这个庞氏片局 做到一定程度 当然有些人是有这个想法 他信心很足夺 他觉得他跑过来 然后再也没有其他事情 但是更多的人的想法是 我通过这里面不断的圈钱 不断的圈钱 把圈钱这个活动持续的进行下去 我想问一下 你这个里面为什么没有江老 就是约翰老 他其实说什么样的 是你真正的评论 这个是谁 我说的约翰老 直接做成密西 密西宇和矿默的 你是说密西西里公司没有股票的 那个应该还不算 就是这边的庞氏片局可能相对狭义了点 就是我前面也读成了一个定义 就是说狭义的庞氏片局 它起到的定义就是 借薪钱管救钱 但是您说的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理解上 广翰的庞氏片局包括什么 所有的二级市场 所有的二级市场上 带有说我以一定价格买入 希望对方或者希望由对手盘 以更高的价格去接盘的 都可以认为是庞氏片局 但是这是一个广翰的概念 广翰的概念 对 中间还有一个差别 如果广翰跟狭义放在一起的话 可能就会太多了 那我们这样就是说 非要保证这个整个 今天还有直播这个活动的流畅 请大家在分享完美之后 我们再去获得问答 好不好 第一的请问集 大家保持最基本的敬畏 讲完了以后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为大家获得问答好不好 那我们 不再接 那我继续讲 因为还是时间有限 大家到时候分享了之后 陪大家私下交流的很多问题 我们是做了一个简单 庞氏的简单模拟 我们团队里面有几位同事 都一起参与了 当然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不是我做的 所以我比较快的 给大家略过一遍 就是说 这边是设置一些参数 包括一些初始人数 产品器械 约定投资收入约 人均投资额增长 或者体现股低交费 等等 然后 我说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点 就是说 也是后面关注到的一些点 第一 在不同的参数下 我们做了一些敏感性的一些分析 其实在 它主要影响的 最后得出来 基本上主要影响的 有最核心的两个点 一个就是体现率 就是说 可以看到在不同的体现率下 这条黄的线是余额 就是说 它 庞氏片局带会有个自因尺 然后自因尺的一个余额 然后 蓝线其实是生命周期 就是代表了刚才 我们那张图上 不同的项目的一些 不同的生命周期 可以看到 这边是体现率的比率 0到100 不同的体现率的比率下 它的余额跟生命周期的 就是当然这是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种理想情况 就是说 我每个月有 比如说 百分之五六十的 新增的用户 或者新增的钱进来 然后保持这样一种 钱滚钱的节奏 不断的有新钱进来 然后我 还得到钱 又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提现率也很少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它其实房市是可以 一直持续下去的 但是我们知道 所有的规模效应 它其实是有上限的 你的人数是有上限的 你的资金是有上限的 那所以当我们 加上一个天花板之后 就是可以看到 下面讲的图 就是其实是有一个 天花板效应之后 它的余额就会迅速的下降 而且过去积累的 所有的这些人数 都会对它的一个资金 产生一个反噬的效应 所以这边的一个余额 会显示一个 迅速下降的过程 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 其实我们公共号上 有一篇文章 也比较详细的解释了 这模型中的一些具体的点 OK 那其实前面我们就提到的 就是两点 就是一个是增长率 增长率对于 庞氏骗取来说 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是一个 它的获客的一个方式 为什么这边写到 是一个侵略性获客 因为它其实 这样一种获客的方式 从短期来看 是一个效应 比较大的一个效应 但是实际上 从长期来看 对于它的价值 是有所吞噬的 然后这个点 其实我们化作一个 我们传统 非常能够理解的词 就是开源 就对于任何企业来说 就是这边写到 开源结由 任何一个企业 都要开源结由 开源就是它收入 结由可能就是 它控制它的成分 OK 那么对于庞氏来说 它会采取一种什么 就是多维度控制的 一种方式 其实是对于相应到 我们把它相应到 一个传统的经济体 企业当中来说 这其实就是一种截流 这也是前面提到的 就是不同的 期限比率的一个影响 如果它能够控制好 一个期限比率 那它的生命周期 就会相应的延长 就像一个企业 如果能够控制好 它的一个成本支出 那么在同样的 收入的情况下 它肯定也能够 活得比其他企业更久 这些道理 其实是比较浅显一种的 然后我们会展开的 说一下这两点 就是这两点的核心要素 然后从中看到 我们作为一个 传统的企业或经济体 应该像庞氏骗局中的一些具体的手段 来学习到一些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那既然谈到了价值 这边说价值是怎么定义的 就是说在我们看来 这其实一直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这基本上是所有的二级市场做金融的 大家都非常想要知道一个问题 就是无非就是谈估值 你买卖股票你也谈估值 做区块链你买卖任何一个币种 你也谈估值 大家都希望知道比特币的估值是 应该怎么样去估 然后估值到底是多少 如果有这样一个数字的话 大家都拿这个数字去做 就简单了 大家都不需要每天去猜掌 那实际上为什么这个东西 古往今来价值的东西非常难定义 因为我记得之前看到过有一篇文章 其实讲得很好 跟我的理念也非常相符 其实价值这个东西是主观的 是非常主观的 我这边给价值的一个定义 其实是价值是你任何一个人的需求 被满足的程度 OK 那么请问大家每个人的需求一样吗 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所以同样任何一个商品 不管这个商品是什么 对于你们每个人产生的价值效应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所有的金融产品 金融商品股票啊 这些债券啊等等 它的价格会波动的非常的大 因为全市场想要用同样一个价格去标定 这样一个标的 但实际上这背后的价值 背后的估值逻辑 每个人的估值逻辑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会有自己的想法去给他定一个估值 OK 那么这里就谈到说 货客 货客这个行为本身 它带不带的价值 或者说这边其实想说的是更深刻一点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 假设某一个产品 它当下的一个价值已经确定了 比如说它是一百块钱 那么我在把它向别人推销或者推广的过程当中 它这样一个价值会不会因为我推广这个行为而产生变化 这边我们给到的一个答案是会了 为什么呢 OK 我们现在从三个三类不同的商品来理解 这样一个价值的一个变化的过程 实体商品其实反而是更难理解一点 我们先来解释后面两者 后面两者其实大家如果了解一些金融 或者了解一些互联网的概念的人 其实是比较好理解 比如说互联网产品 比如说我们的微信 我们的QQ 然后甚至于找一些的一些通信产品 比如说电话呀等等 它其实是一个网络状态产品 有一个梅特卡付近率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就是说每一个节点的新增 都会对网络价值产生一个平方数的变化 当然这个平方数不是绝对的 我们之前也测过 比如对于比分比较学 它整个平方数可能是1.69左右 是不同的一个 但是它其实是有一个四方的一个效应在那边 所以说互联网产品是很好理解 就是你本来比如说有十个人用同样这一个产品 因为你的推广使用的人数增加了也变成十一个了 那么整个网络的价值 它会因为这多一个人而产生新的价值会产生出来 OK 说金融产品 金融产品比如说 像我们传统金融产品 有一些借贷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P2P 然后比如说 我们在民权 大家知道就是你要交易以币种 你肯定要去交易所 肯定要去交易所 那你在选择交易所的时候 你会倾向于一个流动性好的交易所 还是倾向于一个流动性跟差的交易所 当然大家会选择流动性好的交易所 因为为什么 有更多的人使用 其实你的标的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如果一个交易所 它有更多的人使用 那么对于你来说 它产生的价值就越高 那更多的人使用这个过程 是怎么出现的呢 其实就是由推广带来的 因为一个交易所 它刚产生的时候 可能只是由团队 然后由官方宣传 然后吸引大家来动 然后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有不断的推广产生 那么有新的人进去 每新增了一个人 其实对交易所的流动性 都是一种补充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也可以很容易的理解到 这样一个网络的壮大 对这个交易所 如果把它看作是一个具体的产品的本身的话 它的价值也是有所提升的 那现在来解释一下 最难解释的这个实体商品的部分 实体商品 大家可以说 这个其实不会产生网络效应 因为比如说你用一个工业产品 你用了就用了 哪怕你用完了之后 你向别人推广了 它还是这样一个工业产品 然后它价格还是没有一种变化 从短期来看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如果我们想象一下 现在在尤其是互联网时代 实体商品的标准化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假设打一个比方 就是在一个制造业工厂里面 然后本来大家用一个形号的一种螺丝 或者是螺帽 然后你可能需要匹配某种形号的螺丝 那当你使用了之后 你向别人推广这种形号的螺丝 那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应 就是说可能你旁边的那个工厂 制造业的工厂 它本来螺丝是随机选择的 现在它觉得这样的一个螺丝 其实挺适用于它产品 那它也会生产同样的螺帽 去匹配这样的螺丝 那经过这样一种宣传的时候 如果当大家把它形成一种标准化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效应 就是说当你想要生产一个螺帽的时候 你会自然而然想到的市场上的一种 螺丝的标准是什么样子的 那这个过程实际上 标准化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说 你把这样一个单体的螺丝的产品 匹配到了更多的一个需求 就是它从只有一个工厂使用它 转到了所有大家 因为有这样一种标准存在 而机反应就会想要使用它 根据我之前我这边给到的价值的定义 就是它其实是一种被需要的程度 如果从这个程度上来看 它被需要的程度是增加了 那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 这个产品本身的价值也是被提升的 同样也是被提升的 当然这边还是比较严格的 都是在谈价值的问题 没有谈价格 你可能说价格不一定会提升 为什么因为做螺丝的需求多了 我供给也增加上来 但我价格说明还下去了 这是另外一个维度的事情 当然从价值本身我们认为 它在需要的越多 它是有所提升的 所以其实这所有的东西都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货客这件事情 本身是可以提高任何一个产品 任何一个项目的价值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庞氏骗局里面 就是庞氏骗局的这些人 这些项目创始人非常注重货客 甚至于用传销等等 各种不同的手段拉人头 然后吸引更多的资金人过来 关注到这些项目 因为这个事情本身是可以产生价值的 而对他们来说 传销这些方式是最快 推广项目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们采用了这样的方式 那么接下来就谈到说 那既然说庞氏骗局这样的项目 它很擅长于货客 它擅长于爆发性的增长 然后不断有非常多的人参与到里面来 而且这样的行为又是增加价值的 那么为什么它会失败呢 OK 其实我们在前面谈的时候 其实是隐藏了一个因素 或者是烧烤的一个因素 就是在不同的前面谈的霍克其实是在一个规模体系下的一个效应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那样图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梅塔卡夫效应的一个体现 我们加上时间的维度 那么在某一个规模体系下 当这个规模不变的时候 它的价值是跟规模成一个平方的关系 当然这个在时间的维度上来看它是一条直线 为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我们只考虑规模的一个效应 当规模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 比如说你现在这个项目是一百个人 我们认为项目的价值比一等于 比如说假设你随便说它是等于一百个平方 那就是它其实是等于一万的 那随着时间的流逝 你只要这个规模不变 那么它的价值永远是等于一万的 OK 当你多了一个人 就前面说到比如说你多了一份资金 多了一个人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一个跃升 就是说比如说你是一百零一了 OK 那么它的价值自然会有一个提升 当你的规模从一百零一变成一百零二 它会有更高的一个跃升 这边的宽度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是规模从这张图上看到的 带来的是一个价值的纵向跃升 OK 那我们忽略到的一点是什么呢 忽略到的一点是所有的价值是会随着时间而损耗的 就是在当你在同一个规模下 就大家想不管是旁视面其实更明显了 其他实体商品也好 我们的一些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有折旧对吧 大家都就是了解快思的人都知道 就是固定资产其实有折旧 比如说你一些实际的商品你使用了它其实慢慢它就会消耗掉了 它的消耗过程 所以它的价值会随着时间而被消耗掉 在同一个规模下对于旁视面局来说这条线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就是说你当你有100个人的规模的时候 你在一开始肯定很开心 你有100个人带来的新增的资金 但是你随着时间的流逝 你得不断地付出你的利息成本 哪怕它们都不提走它们的本金 但是你还得每个月支出你的利息来对付它们的一些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是一个价值下降的过程 OK 那我们把这两张图放在一起 把这两张图放在一起就成了最右边的张图 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认为的旁视面局 为什么最终一定会崩盘 它的价值走势是一个乘抛物现状的往下坠的一个走势 我来说明一下其实这张图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其实往上的每一个月升 其实是代表了当时的一个规模的增加 就是当有新的资金新的人进入的时候 这边会有一个向上的月升 而且这边还比较特意的把每一个月升都做的 就是每个月升都其实是一个更放大的一个效应 OK 那在纵上的月升最终会带来了什么呢 其实在每一次月升之后 会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是什么 每一次月升之后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一开始每条线的邪率是可能是这样子 但是每一次发生月升之后 线的邪率会变大 为什么 其实就是这是旁视面局的一个特点 就是每当有新的归 每当有新的人加入 每当有新的资金流入的时候 它背后对应的什么 它背后对应的其实是未来的更多的消耗 当你带来当你带来比如说一份资金的时候 其实你期待的回报是更多的 不然的话大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去参与旁视面局了 而这些人的累加最后会导致一个 他当你规模不再提升的时候 当你规模不再提升的时候 会导致整个资金的迅速的枯竭 这个枯竭速度一个人消耗资金值的速度 跟一百个人消耗资金值的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这个其实是非常可以理解到的 OK 那然后这两点合起来 规模 大家都知道规模是有限的 资金是有限的 人是有限的 全球的人口只有71 对不对 然后全球的资金 也是有一个天花板的 就是前面提到一个天花板下来 而时间是无限的流逝下去的 而且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它随着时间的下距的加速度还加大了 那就如果一个走上视频局要成功 假设我们用这张图去解读的话 它需要怎么做 它需要在每一次跃升的时候 都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那显然这种情况是不能持续的 当然这边其实因为为了示意嘛 其实也是画的就是比较直接一点 当然旁视频局有很多的情况下 一开始的时候 它确实可以达到 比如一小段时间 可能比如说半年的时候 它可以达到一个往上冲的一个作用 就是它每次跃升都跃得非常高 每次一开始进入的人非常多 OK 那但是它最后还是回归了这样一种状态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然后这边其实把它称之为一种 叫做不稳定的进化策略 这个又谈到就是说 前面对于经济体 对于旁视这个项目的理解 其实前面说 就是说一个项目一个经济体 它目标是什么 目标是生存 那如果对于生物来说 它就是 它是一种进化的过程 获克这个事情本身 如果你带来了 你为了获克这件事情 你未来付出的潜在成本 和现在付出的实际成本 都远远大于 这个客流本身带来的价值增量的话 那其实这是一个不稳定的 一个进化策略 实际上你是在把自己推向死亡 只是你把自己的死期往后 沿了一点而已 OK 这个其实就是从获克层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 然后 然后从第二个方面 就是前面谈到的 就是节流 就是多维度的控制 那多维度的控制 有哪些维度呢 其实说白了 基本上就是两个维度 这个在庞氏骗局里面 其实非常非常 或者说大家可能 如果在传统金融领域 一直接触金融的话 对有些东西会比较敏感 两点 第一点是 硬性措施 硬性措施 其实是一种限制行动的一个过程 这个限制行动 这个行为 本身 本身不仅仅是 庞氏骗局会去采用的 我们传统的一些 正常的金融企业 也会采用 说白了 当然这里不是说 银行是庞氏骗局 但是大家想想 银行的定期存款 是不是这样一回事情 你把钱存在银行 存一年 或者拿出来 拿出来 你就会有利息的存失 那作为一个人的 趋利的 理性人的一个本性 来说 我既然存了一年 对吧 那我拿出来 我就有利息的损失 它其实对我的心理 或者对我的经济上 都是一种 惩罚性的条款和措施 但自然而然 你就不愿意去 做这样的行动 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它是限制你的行动 OK 当然后面会说 庞氏骗局 它对于这种行动的 限制的更直接一点 软性的措施 就是影响意愿 影响意愿 其实是一个可能 等等等等 就是这些人已经 可以说 他们已经被非常成功的洗脑 或者说 被非常成功的影响了 他们对于这样一个项目的 一个看法 就是 其实人的独立思考能力 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强的 大家其实本身都是 那这个再谈得深 就谈到 比如说 神经科学 怎么样了 其实 也有一些 有一些学科的研究 其实是说 当然更夸张一点 就是 他说 其实人是 不一定有主观的 意识的能动能力的 其实这个 就有点成远了 那实际上 实际上想说的一件 什么事情 就是其实 它可以通过 影响你的意愿 来 使你主动的 不愿意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OK 我们这边就看一个具体的案例 就是 可能 不是很了解 B的人 不是很清楚 在B圈出发链的人 还了解 就是 贝尔链 贝尔链 最近应该价格 跌很多 几乎是 可以觉得 差不多是奔牌 好像 一个月前 已经有媒体 发说 贝尔链的论牌 它其实是什么呢 它其实很简单 它也没做什么 太多事情 就是 做了一个 做了三个游戏 做了三个游戏 但是 难以想看的是 这个在传统的手游界 基本上都做不到 它通过三个游戏 半年 吸睛了52年 然后它 曾经的最 最高的游动市值 达到130亿人民币 这数据可能 还不是最新吧 有可能 当时 充了一下 可能会更高 然后 做三款游戏 其实是干嘛的呢 三款游戏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到 这可能是 一个游戏的配图 其实这个游戏 跟传统的一些游戏 相比 完全没有可能性 但是 它的新一点在于哪里呢 就是 第一个游戏 超级富豪 对 后面可能会 更详细一点 OK 这就是提到 它三个游戏 对应的一些 运行措施 什么 第一个游戏 超级富豪 一开始出来 就是说 它通过 让你投入 ETH ETH 对于 可能 不是区块链的人 不太了解 它是 以太坊 是区块链的一种代币 你可以认为 它在 至少所有的 玩币的 玩家 眼里 它其实是 可以等同时金钱的 就相当于是 它其实是一个 有价值的东西 那么它通过 架一个超级富豪的游戏 它使得大家 来投入 ETH 锁仓的ETH之后 锁仓的ETH之后 那 它给你回报 是什么呢 给你回报 是 BRC BRC是什么 BRC是它自己的代币 BRC是它自己的代币 其实 整个一个过程 如果 当然 看你怎么看 BRC的代币 就是 如果你觉得 那个代币是 一分都不值的话 你就可以认为 它其实是 用空气 换来了 你手上的 金钉白银 而且 在第一个游戏里面 你锁仓的ETH之后 其实都 其实都应该 不得叫锁仓ETH 应该是叫消耗 因为你是不能 给我拿回来的 你只能通过